暑假打工 我去酒店当前台 中午刚过 有孕妇来捉奸 她带身份证问房号 说是工作需要 要送东西上楼 我 不好意思 我们有规定 不能透露客户房间号 孕妇看起来很失望 但也没为难我 做到一边守住待兔 我根据身份证号 调出了客户信息 调亮屏幕 准备去上个厕所 离开前 我来到孕妇面前 在三冰主道 你好 我现在要去上卫生间 请您千万不要偷看 屏幕上的房间号哦 孕妇大学暑假放假 我去酒店打零食工 系统操作很简单 经理培训了我半天 就让我上岗了 酒店不大 日薪八十 离我家很近 前台的活也比较轻松 上岗第三天 中午刚过没多久 来了一位孕妇 她看起来27、8岁的模样 身形瘦靴 却挺着个大肚子 这么大的肚子 估计都快要生了吧 这家人心也太大了 怎么能让孕妇一个人 到处乱走呢 我不自觉捏了把汗 孕妇走到前台 掏出证件 您好 我叫赵美希 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有同事住在这 老板让我来送文件给她 可我不知道房间号 我有她的身份证号 请问您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她住在哪个房间 我输入她给的身份证号 一看房间 403 403啊 我想起来了 今天早上11点多 有一男一女手挽着手 来开了个终点房 那俩人在大堂里 就腻歪的不行 一进电梯 更是上下其手 抱头狂啃 让我大开眼界 当时我还以为是寻常情侣 干柴烈火 如今一看 是渣男小三 出来偷情了 还是运气出轨 真不是东西 不好意思 您看能不能给她 打个电话问一下 房间号属于客户隐私 按规定 我们不能主动 透露给他人 我说按规定 我们的确不能 透露房间号给他人 不过 你一个孕妇 非要抢我的电脑 我也没办法不是 可惜 孕妇没听懂我的暗示 只是摇了摇头 不 不用了 那我就坐在大堂等她 她亮亮呛呛的 在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双手把裙子死死攥住 又猛然松开 她的脸上 有种不正常的苍白 额头上不停浸出汗珠 嘴也咬破了 我叹了口气 我把电脑屏幕亮度调高 又设置了常亮 之后 我离开前台 准备去上卫生间 走之前 我来到孕妇面前 认真叮嘱 你好 我现在要去上卫生间 请您千万不要偷看 屏幕上的房间号哦 孕妇 她愣了一瞬 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好 好的 谢谢 我在卫生间磨蹭了五分钟 再出来时 孕妇一改刚刚的憔悴沮与丧 斗志昂扬的打着电话 没过多久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我们酒店门口 哗啦啦 一下子下来了七八个精状小伙子 其中一刻还带着摄像机 表姐 为首那个对孕妇迎上来 那两个不要脸的在哪 孕妇 就在楼上 行 看我们几个今天怎么收拾她 说着 他们一行人就要进电梯 我立刻上前阻拦 未入住客户 请先登记 对对对 先登记 这次孕妇无比配合 快 你们先去登记 别给别人添麻烦 登记完了 一群人上去之后 又过了十几分钟 警察来了 是谁举报 这里有人嫖娼 我指了指楼上 应该是403 警察上去了许久 才带着一群人乱哄哄的下楼了 渣男和小三都衣衫不整 脸上却没挂彩 那小三只顾着低头走路 渣男却狗急跳墙 围着警察叔叔控诉 警察同志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我和同事 就是来宾馆午休的 可这几个人 一敲开房间的门 冲进来就要打我 行了行了 警察有点不耐烦 他们动手了吗 是没动手 渣男语色 可 可是他们打开门 提着摄像机 就对我们一通乱拍 这叫什么 对 他们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我要起诉他们 警察都无语了 这算什么侵犯肖像权 哎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警察举着渣男的手机 指着转账记录问道 半个小时前 你向这位女士 转账2000块 我和同事 刚刚说想买条金项链 我就给他转了2000 哦 所以你们是会外恋情关系 经理知道这事后 骂了我半个点 可隔天 警旗就送到了酒店 上面还有一行字 渣男杀手 少妇救星 经理惊得不行 尴尬的连连搓手 送警旗的是那天为首的青年 除了警旗之外 他还给我包了个大红包 我表姐最近身体不太好 住院了 没能亲自来 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谢谢你 那男的是他相亲认识的 全家都是体制内的 原本还觉得他人老实 谁能想到表姐怀孕后 他竟然和同事搞在了一起 之前我表姐就发现了蛛丝马迹 那一家人都不要脸 以为怀孕就能拿捏住他 还劝他为了孩子忍忍 哪个男人不偷心 你听听 这是人话吗 现在有了证据 表姐已经准备起诉 离婚了 哼 那一家子人要是还想要点脸 就一个子都被想要 不就是去富留子吗 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 我听得连连点头 说的太对了 沉默成本 不参与重大决策 人走了之后 经理也没脾气了 你一个小姑娘家家 有正义感是好事 但也得想想自身安全呀 经理苦口婆心的劝道 你就没想过 如果赵女士嘴不严 把你说出来了 那男的腾出手之后 来找你麻烦怎么办 我挠了挠头 这 我当时只一份填膺的 想着运气出轨的渣男 不得好死 别的还真没想过 经理又叹了口气 行了 这几天你换到晚班吧 省得那男的来找你麻烦 姜还是老的辣 虽然赵女士没有说漏嘴 但渣男还是怀疑到我头上来 他来酒店闹了两次 说我们酒店管理不严 泄露客户隐私 都被经理糊弄了过去 幸好 渣男的公司就在附近 他一个体制内的 也怕闹太大丢脸 就再也没来过 我悠悠哉哉的继续上晚班 晚班的保安大爷 看着慈妹善目 人也很好相处 没客人的时候 我俩经常蹲在一起磕瓜子 那天夜晚 一个男人急冲冲的跑进前台 一拍身份证 开一间大床房 我按照流程 开了416的大床房给他 结果 男人上楼没议会 有一位浓妆艳抹的女人 压低了冒言 鬼鬼祟祟的也想上楼 你好 未入住客户需要登记 我提醒他 女人恍若未闻 静止往里冲 我连忙过去拦住他 你好 请先登记 女人不耐烦的挥开我的手 我没带身份证 没带身份证 需要先去周围派出所登记 拿了临时身份证 您才能上楼 我说 哎呀 我就上楼 给人送个东西 送完我就走 那么麻烦做什么 不好意思 这是规定 只要你上楼 就需要登记 我坚持 你这个小姑娘 怎么这么死板哦 我和她的争执 引起了保安大义的注意 她走过来 拦在女人身前 这是规定 上去就得登记 女人骂了几句 最后不耐烦的打了通电话 她的电话还没撂下 前台电话就响了 正是刚刚416的客人 你好 楼下的是我女朋友 她就上来陪我坐一会 你就让她上来吧 不好意思 酒店规定 只要上楼就得登记 我说 男人说了又说 见我软硬不吃 怒气冲冲的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女人的电话 也跟着响了起来 女人接起电话 狠狠瞪了我几眼 踩着高跟鞋 怒气冲冲的离开了 还说是女朋友 怎么女朋友就不能登记了 我两手一摊 保安大爷尴尬的 摸了摸自己的兔头 可能是吵架了吧 哈哈哈哈 我本以为 事情就这样结束 谁知过了十几分钟 前台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又是416 带打车 带订车票 哦 我们这里还可以带订按摩服务 我压低了声音 男人一下兴奋了 对对对 按摩服务 我就要这个 不过 我们合作的店铺 收费偏贵 100分钟私质沁箱死报 收费648 需要先付款 售出后不退不换 请问您可以接受吗 我又问 定 肯定定 男人连连点头 这价格很便宜了 好低 那请您扫描冰箱上方的二维码付款 付款成功后 会有按摩师上门为您服务 男人千感万谢的挂了电话 过了五分钟 隔壁按摩店的王叔 拎着大包小包过来了 王叔年近五十 声的人高马大 声音红亮如中 大晚上过来 他给我带了饮料和零食 还给保安大爷带了包烟 哪间的客人需要按摩服务啊 他问 416 您直接上楼就行 我笑咪咪的说 王叔刚上去 416的电话就又打不来了 电话里 男人的声音听得有点崩溃 我要的是 100分钟私质沁箱死报 这就是100分钟私质沁箱死报 我淡定的回答 这家店用的都是独家调香精油 您放心好了 按得可舒服了 我不是问这个 我是说声音一顿 男人张口结舌了半天 最后破罐子破摔 我不管 我要退钱 这个 您够买钱 我们也和您沟通清楚了 这项服务说出后 是不退不换的 我不管 我要退钱 我要报警 你们这是欺诈 我叹了口气 亲亲 这边理解您的诉求 可是退款真不是我这边说的算的 钱款已经打给了按摩师傅了 就是刚刚上去的那位 您可以和他沟通一下 或者 如果您实在不满意的话 报警也是可以的呢 轻轻 啪的一声 电话又被挂断了 一个半小时后 王叔下楼了 客人没要求退钱吗 我笑着问 王叔一愣 没呀 没要求退钱呀 我看客人还挺满意的 我看了看王叔这一身健子肉 憋笑憋得不行 这一折腾下来 已经凌晨四点了 我和保安大叔坐下 刚松了一口气 大堂里循环播放 环保宣传片的屏幕 忽然一闪 下一秒 女人妖娇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别这样 爸爸 爸爸 屏幕上 白花花的肉体 交缠成一片 我和保安大叔人都傻了 是不是客人投错评了 好半天 我才不确定的问道 保安大叔也磕磕巴巴 应该是吧 这遥控器万年不用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 屏幕上的男女动作 越来越过分 我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电源拔了 世界终于安静了 刚安静下来 门口就又进来了一对客人 请问 现在还有房间吗 我感动的热泪盈眶 干了这么多天夜班 总算是看到一位真情侣了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情侣的 经过这些日子的蹉跎 现在一男一女站在我面前 是前色交易 还是真情侣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男生掏出两张身份证 递给我 麻烦开一间大床房 辛苦了 您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开好房间 恭恭敬敬的 把房卡递到二人手上 女孩挽住男生的胳膊 二人依偎着走进电梯 隐隐的 还能听见女孩的轻声撒娇 讨厌了 电梯还没关上 我看见男生弯下身子 轻易的捏了捏女孩的脸蛋 真是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啊 婚外情 劈腿 嫖虫 骚扰 干酒店前台的这些日子 我见了太多太多的奇葩事 已经昂首挺胸的 走在不婚不遇的大路上 可看着眼前这对普普通通的小情侣 我又重拾起了些许对纯爱的信心 我太天真了 两天后 我又见到了这对情侣中的男生 夜晚十一点半 她又来开房了 可这次 站在她身边的女生 换了人 上次的女孩 看着年龄不大 脸也圆圆的 看起来甜美可爱 而这次的女生 身材高挑 一头棕色长直发 干练凌厉 他们俩手拉着手走进大堂 男生哄着女生坐在一边 拿着身份证来前台开房 开一间大床房 她说完 略意停顿 请问 307房间还在吗 我还想睡那间 干前台这么多天 要求我升级房型的不少 像我指定房间号的 还是第一个 有点奇怪 我看着系统中 空闲状态的307 思绪一转 说出的话 就变了个模样 不好意思 307已经被定出去了 大床房今晚已经客满了 目前只有豪华大床房了 比普通大床房贵了50元 您看可以吗 可以 那就这个吧 男生说着可以 表情却有点遗憾 看着二人 搂搂抱抱地上了楼 我让保安大叔过来 暂接一下我的班 我突然想起来点事 我得上楼看一下 我来到307房间 打开灯 房间里的陈列摆设 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前天 那对情侣退房后 这房间还没住过人 可若是没什么不同 那个男生又怎么会 指定要307呢 晨银片刻后 我关上灯 打开手机摄像头 对着房间里的各个角落 仔仔细细的查看 如果发现摄像头的话 屏幕上会出现红点 或闪烁亮点 那就是针孔摄像头的 红外线补光设备 或是镜头的反射光线 电视和机顶盒没有 插座里没有 镜子里没有 哪里都没有 难道是我想错了 我坐在床上 陷入沉思 无意间抬头 天花板上的 烟雾报警器上的红灯 一直亮着 可这次我看清楚了 在红灯旁 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小红点 时不时的闪烁 我打开灯 凑近烟雾报警器 仔细查看着内部的构造 是摄像头 我找到了 凌晨 经理连睡衣都没顾得上换 头发也只能乱翘着 急匆匆的跑来酒店 一看见我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出了事 你怎么不先找我商量一下呢 一声不吭 就直接报警了 你一个小丫头 怎么胆子这么大 上次也是你 怎么老是你 行了 警察叔叔拍了拍她的肩膀 报警怎么了 我看小姑娘做得很对 发现偷拍摄像头这种事情 就是要报警吗 很有防范意识 如果不报警 日后有客人发现自己被偷拍了 来你们这里闹 你们能摘清责任吗 这也是为了你们酒店的生育考虑吗 是是是 我这也是着急 经理连忙陪笑 那警察同志 您看这要怎么解决 刚刚我已经了解的情况 警察冷哼一声 这间屋子的上一位客人 现在还住在你们酒店 之后的事情 都是经理向我转述的 他死活不让我去凑这个热闹 当晚警察敲开门时 屋子里的女生已经一山半截 而男生的第二部手机 就藏在书包里 无声地记录着屋内的一切 警察翻查了他的手机 发现了上百个偷拍视频 视频里的女主角各不相同 男生叫孙成 是隔壁学校的校草 还是校兰球队的成员 据他交代 这都是他的女朋友 有些是刚认识的 有些是长期交往的 可从视频来看 这些女孩大多都是 被他哄骗着上了床 孙成说 他购买摄像头 只是为了记录激情时刻 方便日后自己观看 可是警方在进一步调查后 竟然发现 他的手机里 还下载有许多色情软件 而孙成长期以来 一直偷拍自己和女生的床上视频 上传到这些软件 以此牟利 警方在统计后发现 涉案金额 竟然达到了数十万 上千万人观看 案情发展到这一步 事态一下子严峻起来 原本拘留可以解决的案件 一下子上升到了形势 孙成被立案侦查 警方还能因此破获了两家 非法贩卖真恐摄像头的商家 事件被媒体报道 还上了热搜 这其中 我们酒店也被频繁提起 可大多都是赞扬 赞扬酒店工作人员机警 又没有为了一己私利 包庇罪犯 否则 这样的犯罪行为 还不知道要被掩盖到什么时候 经理也唏嘘不已 这还多亏了你 当机立断的报了警 不然这是闹大了 再把我们酒店牵扯进去 可就要出大事了 经理给我发了奖金 又采购了一批 专门侦查真恐摄像头的设备 要求保洁在清理房间后 也要注意摄像头的问题 若是发现了隐藏的摄像头 立刻报警 绝不姑息 新闻越闹越大 连我爸妈都从手机上刷到了 当听说事情就发生在我们酒店 我还是报案人之后 他们急得不行 立刻要让我辞职 不就是一天80块钱吗 爸爸给 我爸拍着胸脯 和我打包票 这不一样 我连连摆手 你们给的是零花钱 我兼职的是我赚的钱 那爸爸妈妈也能让你赚钱 我妈摸摸我的头 乖 听话 你天天在家做做家务 爸爸妈妈也一天给你80 不 给你100 妈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这真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 在这个社会上赚到钱 我爸急了 可是赚钱也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吧 出了这么大的事 要是那些人报复你 你该怎么办 爸爸妈妈就你一个孩子 你要是出事了 爸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吧 我不赞同 做错事的又不是我 为什么我还得躲躲藏藏的 我爸叹了口气 人心存良善 可更应懂自保 断人财路 杀人父母 你这一闹 不知道断了多少人的财路啊 我和父母再三协商 最后达成共识 我继续在酒店兼职 但是要提前一周回学校 换句话说 我的第一次兼职 还有10天就结束了 这10天里 我上下班都有我爸接送 为了安全 经理也专门调了两个同事来上夜班 防止有人来闹事 同事一男一女 男的姓林 30多岁 我们都叫他林哥 女的23岁 叫阮温 刚大学毕业 一边做前台 一边准备考工 听说是我报的警 阮温一把挽住我 连声称赞 你可真厉害 换我 我可察觉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而且就算找到了摄像头 我也未必敢报警 厉害什么厉害 林哥在一边翻了白眼 归根结底 不还是那些女生不自爱 自爱的女生 怎么会在婚前和男人开房 那个男生的确有错 可那些女生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现在这些小女生 一点都不懂得洁身自好 被偷拍也是活该 我刚想反驳 就被阮温拉住了 别费力气了 这24K纯职难碍 说不通的 他在我耳边轻声吐槽 他可是我们酒店 大名鼎鼎的清朝人 宝洁阿姨都知道 人多之后 这夜班也上的热闹了不少 12个小时 我和林哥 阮温三人排好了班 一人值班4个小时 林哥值班的4个小时里 我和阮温就猫 在大堂角落打亡者 保安大爷 偶尔还能补个觉 今天晚上 一局游戏刚结束 我抬头瞄了一眼 却看见三个身影 摇摇晃晃的进了电梯 看背影 是两男一女 女孩身形纤细 一头长发及腰 穿着短裙黑丝袜 看起来十分美艳 她好像是喝多了 连站都站不稳 被两个男人架在中间 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地上滑 情况好像有点不对 阮温注意到了我的异常 怎么了 他问 刚刚有两男一女上楼了 我说 哎呀 这很正常 阮温毫不在意的挥了挥手 隔一条街 那里都是酒吧 每天都有人喝完酒来 我们这开房 可两男一女 正常 玩得花呗 好像也说得通 可我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不对劲 心里的忧虑挥之不去 我走到前台 查了一下刚刚的房间登记 刚刚登记的504房间 却只有两个男人的身份证 刚刚不是上去三个人吗 我问 林哥皱了皱眉 什么三个人 就有两个男的 可我刚刚明明看见 两个男人 带着一个女生上去了 你看错了吧 刚刚只有两个男的来开房 林哥的语气很不耐烦 眼看着我俩争执不休 阮温和保安大爷 过来打人场了 哎呀 这有什么好吵的 看看摄像头不就好了 阮温打开摄像头 快进到刚刚的片段 五分钟前 那两个男人 走进酒店前台 开了一间双床房 林哥指着屏幕 一脸得意 你看 我说就是两个人吧 我没理会他 接着往后看 二人开好房间后 的确坐着电梯上了楼 我拉着上了电梯 林哥的脸色变了 这 这我真的没看见 酒店前台高大 若是人贪坐在椅子里 的确会被挡住视线 现在你看到了 我拉着他就要上楼 快上去看看吧 再晚可能就要出事了 林哥一把挥开我的手 我不去 他指着我 破口大骂 我说你生事有病啊 你一个兼职 天天多管闲事做什么 这女的穿成这样 大半夜的喝这么多 难道不就是想着被搞吗 你现在上去 不是找骂吗 人家玩得好好的 兴致被你打断 怎么办 那下半身的性质 什么女孩子 林哥不屑 那裙子都短成那样了 一看就是鸡 穿短裙就是鸡 你穿短裤就是鸭了呗 大鸭子 我反唇相机 找到万能房卡 我立刻拉着阮文和保安大爷上楼 林哥在身后急得直跳脚 被打了 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我们来到504门前 刚靠近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隐隐约约的呼救声 不要 别碰我 救命啊 女人的呼救 男人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 发生了什么 却又犹豫了 都报警了 要不咱们还是等警察来吧 他低声说 等警察来可能就来不及了 我咬咬牙 直接敲响了房门 咚咚咚 刚敲门 屋内就没声了 好半天 才又男人不耐烦地抬高了声音 问道 什么事 我清了清嗓子 高声回答 酒店例行查房 什么查房 我们这不用查 不好意思 这是规定 我说 不配合查房 我们就只能报警处理了 屋子里又是一静 好一会 男人才骂骂咧咧地开了门 行 查吧 他侧开身 让我看了看屋内 屋子里空无一人 可厕所门却紧闭着 我走过去 想拧开厕所门的把手 男人却直接挡在了我的身前 我朋友上厕所呢 你想干什么 他升得高大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神不善 我抬起头 直视他的目光 不好意思 我需要清点房间内的人数 男人更不耐烦了 我都说了 我们这就两个人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需要亲眼确认一下 我说 你到底想看什么 看我兄弟上厕所 曹 有一个箭步 挡在我身前 小伙子 你这么欺负小姑娘 可就没意思了呀 他放平声音 好言相劝 我们就是来查房的 这都是酒店的规定 你可不能为难 我们这些打工的呀 争执的声音太大 导致两边的客人 也探出了头 503住了对夫妻 男的看着身高 有一米九 体重得有200多斤 他跟着凑了会热闹 察觉出问题了 不对呀 你们污那女的呢 大哥问 我和我老婆 刚刚可都听见了 你们这屋子里 绝对还有个女的 什么女的 我们这就 我和我兄弟住 没有女的 男人还想狡辩 503的大哥 可不怕他 抬手就要去拧厕所门 没有就打开看看呗 不给人小姑娘看 还不能给我看看 都是大老爷们的 怕什么 他刚要拧 男人硬是把他的手腕掰了起来 还真有事啊 大哥一声冷笑 手上又加了力气 都给我住手 二人正争执不下时 阮温带着警察来了 周围人七嘴八舌的 说了前因后果 这期间 男人一直站在厕所门前 脸色灰败 一言不发 警察听完后 对男人说 把厕所门打开 男人还想挣扎 警察同志 我这 把门打开 警察抬高了声音 男人的嘴唇 狠狠哆嗦了一下 最后一言不发的打开了门 厕所里 一个男人 正抱着一位身形鲜瘦的女人 他一只手紧紧固着女人的腰 另一只手紧紧勒住女人的脖子 对上警察的视线后 他吓得一击灵 连忙把手放开 女人一下子摔倒在地 捂着喉咙 不住地咳嗽 动作间 脖子上烟红的勒痕 清晰可见 女人咳嗽了好一会 才渐渐恢复意识 看见眼前的警服后 他连滚带爬地爬出了厕所 一把抱住了警察的大腿 声泪俱下地喊道 警察同志 救命啊 他们强奸未遂 想要杀我灭口 他的泪水横流 装花了满脸 三人都被警方带走了 我 软温 保安大爷 还有503的大哥 作为目击证人 也被一同带到派出所问话 突遭横祸 女人的酒全醒了 他在警车上打了个电话 等我们到派出所时 他的朋友已经等在了大门口 一看见他 朋友立刻哭着扑了上来 华华 你吓死我了 我一回头 女人就不见了 二人抱着哭成一团 等到做笔录时 我才知道 这两个人是高中同学 家就住在一个小区 平时都在外地打工 这次恰巧都回老家了 才约着出来聚一聚 许久不见 女人趁着兴着喝多了 酒精一上头 他困得不行 在原地昏昏欲睡 他朋友酒量好 意识也清醒 还能拉着他打车 司机师傅找不到位置 他朋友就让他暂时坐在门口 自己去找车 前后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女人就被504这两个男人夹走了 等女人的电话打来时 他朋友刚和酒吧老板抱完警 刚刚在房间里 二人的确是想对女人实施性侵 但是被我们发现后 厕所里的男人怕女人出生被发现 尝试要把女人乐晕 以上是男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 女人的发言就简单多了 她就是想杀我灭口 我要告她杀人未遂 做完笔录后 我刚回到酒店 就被前来接我的爸爸妈妈 披图盖脸骂李顿 骂完就带着我辞了职 辞职后又带我去买了新手机 说是奖励我见义勇为 行为上很是纠结 之后这件案子具体如何 我也不知道了 只是听说并没有和解 女人坚持要提起上诉 但无论这案子怎么判 那两个男人进监狱 蹲了三五年是肯定的 我的第一次兼职 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回学校的那天 我还特意去酒店和大家告别 阮文那天刚好值班 一看见我 他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八卦起来 你知道吗 林哥离职了 我有点惊讶 离职了 怎么这么突然 谁知道呢 可能是觉得自己丢人吧 阮文撇了撇嘴 那天你离职后 经理把我们召集起来 先表扬了我们三个 之后又把林哥 劈头盖脸的训了一顿 说他三观不正 还说他还没有两个小姑娘 胆子大 林哥那几天脸色都特别差 之后就辞职了 呼 他一走 我觉得空气都清新了 阮文深吸了一口气 此时 电梯打开 两个男孩走出 来到前台退房 阮文给他们办理好退房手续 之后又安排宝洁阿姨 去打扫房间 没两分钟 前台电话又响了 阮文拿起电话 听着听着 他的表情愈发严峻 电话另一边 隐隐还有哭声 有事你先上去吧 我帮你看一会 我说阮文对我倒立声谢 急匆匆地跑进电梯 过了一会 他和宝洁阿姨互相搀扶着 都脸色铁青 刚呕着下来了 刚刚那两个男的 哦 你不知道那个房间 哦 太离谱了 太恶心了 阮文哭丧着脸 做了酒店前台后 我一个月总是要抽出32天恐童 全文完